加拿大知名服饰品牌ROOTS 和交通部观光局一夜结盟庆祝酒会 在温哥华市中心的ROOTS旗舰店举行 会中除了庆祝在台湾创立20周年 也透过ROOTS在全球的平台 结合台湾观光创造双赢 温哥华市中心名店街上车水马龙 以可爱海梨风靡台湾的 加拿大知名服饰品牌ROOTS 温哥华旗舰店里格外热闹 店内随处可见101大楼 中正纪念堂的海报 在台湾各地取景的村庄文宣 这场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 和ROOTS的一夜结盟合作案 让加拿大的旗舰店充满台湾味 这个店面我们跟ROOTS Canada合作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店面都是有一些看板 都是由我们这次邀请他们的模特 到台湾去做拍摄 然后那他们把拍摄的成果都放到 他们全球的店面上面去做宣传 那未来他们也会在一些outdoor 或是一些social media网路上 都会做一些行销的宣传 我们也希望藉由这一次跟ROOTS Canada合作 把台湾推向全世界 驻温哥华办事处长李志强及多位当地商界领袖们 包括本拿比市议员康安里 全家中华总会馆理事长邓华一 非施省台湾商会会长孙光芬等人都出席见证这场盛会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ROOTS办的酒会 那同时我们也要桥界的一些桥领也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主要目的是让ROOTS知道说 这边台湾有这么多很重要的桥界领袖 那也让加拿大人知道说 台湾有好山好水 那欢迎他们到台湾去观光 那所以我们觉得这很有意义的活动 结合商界 然后同时结合观光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 ROOTS在加拿大本土店面共有110家 但在台湾就有107家 是ROOTS全球分店第二多的市场 不少台湾游客到温哥华 大多都会到这儿朝圣一番 观光局期望透过ROOTS的国际知名度 把台湾多面向的美推广到加拿大市场 我们这一次认为 就是ROOTS它可以代表的是一种休闲的风格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休闲风格 也可以带到加拿大这个市场 我们都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品牌 来让整个加拿大市场的消费者 可以了解到说 我们去到台湾不是只有吃 也不是只有夜市 我们也不是只有其他风景 我们还是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从台湾去experience 嘉宾们倡饮着各种水果口味的台湾啤酒 及格马兰威士忌 再搭配大厨现场料理的生蚝 这场ROOTS爱台湾的异业结盟 完美结合台湾观光资源 及国际企业品牌市场行销 创造双赢局面 台湾宏观电视 李中恩 加拿大温哥华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